- 字幕- 字幕- 哈囉大家好,我是古海的諾雅方舟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貼心提醒記得開啟嘻嘻字幕喔 今天要來跟網友一起來聊聊音樂打 一樣先來個公司簡介 音樂打成立於1975年 資本額新台幣358.7億 於1996年上市 股票代號2356 主要營業項目為電腦軟硬體產品 通訊及數位助理產品組裝及銷售 太陽人電池製造及銷售等業務 營業打總部在台灣 生產基地有台灣、大陸、捷克、墨西哥 營運據點也遍布各地 108年度的營業比重 電腦產品佔比99.18% 太陽人只有0.82% 可以看得出來主要還是以代工製造電腦產品為主 代工項目包含筆電、手機、伺服器、穿戴式裝置等等 其客戶有許多的世界知名大廠 主要銷售地區為美洲、歐洲、亞洲 再來看一下近五年的財務資料 可以看到近五年的營業收入是持續的往上提升 但是在107年與108年的營業收入是差不多的 營業毛利的部分 104年到106年是呈現成長 但是在106年之後卻是呈現一路減少 這是要留意的地方 營業損益的部分 跟營業毛利有相同的狀況 104年到106年呈現成長 但106年之後是一路減少 本期盡力的部分 由於業外收入差異頗大 因此造成107年 本期盡力是近五年新高 美股盈餘的部分 也是呈現駝峰狀態 104年到106年呈現上升 106年到108年是呈現下降 接著來看2020年的表現 2020年前三季累積EPS為1.85 算是近年來不錯的成績 不過要留意 2020年第一季的EPS 主要是因為營業外收入大增 而墊高機器 營業外收入大增最主要的原因 是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其主要是處分上海普通廠 2020年第一季EPS不看的話 第二季與第三季的EPS 其實也是連徵的 從2020年的營收來看 第二季與第三季的營收 都是呈現連徵 在毛利率與業外沒有太大的變化之下 最終的EPS也是呈現連徵 而第四季的營收是呈現連減的狀況 那麼在毛利率與業外沒有太大的變化之下 個人認為 第四季的EPS 是有機會呈現連減的 但整年度破二是有機會看到 毛利率近幾季的表現 可以看到從5.多% 是一路降到4.多% 甚至2020年第三季毛利率 是創下近幾季的新低 代表代工產業真的是毛利較低的產業 負債比的部分 近幾季大部分都維持在70%以上 乍看之下會覺得很可怕 但主要是應付帳款的佔比較高所導致 近幾季的應付帳款佔比都在35%附近 應付帳款是什麼 舉個例子來說明你就懂了 當你製造汽車需要零件 因此你向廠商叫貨 廠商也將貨給你的 但是你卻沒有全部結清款項 這個買零件所產生的營業費用 尚未給付給廠商的錢 就被稱為應付帳款 也就是支付營業成本的款項 尚未結清給付的部分 而應付帳款 基本上是不用付給廠商利息 因此應付帳款佔比高 除了資金應用更為靈活 也代表公司對上游廠商 是相對有溢價能力 在營業活動、現金流方面 近幾年只有在2018年為付 仔細看一下現金流量表 主要是應收帳款 與其他應收款增加 代表該收的錢還沒收進來 所以現金流量表 這裡要扣掉這些項目 還有流動負債減少 代表有還錢 現金就變少了 這幾個項目看來 我個人認為算是還合理 在自由現金流的部分 近幾年有三年為付 分別是2016年、2017年與2018年 自由現金流的公式 就是營業現金流扣掉資本支出 所以當自由現金流為付 代表營運賺回來的錢 不夠支應投資所需求 所以就可能需要融資現金來補充 相對就會有一點壓力出現 我們可以看到近幾年營運現金流 只有2018年為付 2016年到2018年 自由現金流都是付 但2019年隨即轉正 雖然有幾年自由現金流是付的 但反過來講 就是代表持續有資本支出 至少比沒有資本支出會的好 接著來看其他代工廠的現金流狀況 鴻海的營業現金流與自由現金流 近幾年有出現為付的狀況 合作的營業現金流與自由現金流 近幾年也有出現為付的狀況 廣達的營業現金流與自由現金流 近幾年也是有出現為付的狀況 偽創的營業現金流與自由現金流 近幾年一樣有出現為付的狀況 人保的營業現金流與自由現金流 近幾年也是有出現為付的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代工業不只除了毛利較低 也連帶在營業現金流與自由現金流的表現上 就有較大機會會出現付的 台積電的營業現金流與自由現金流的表現就很好 連發科的表現也是呈現正的 理論上在毛利越高的產業 代表營業現金流轉為真正的淨利就會越高 所以理想的情況當然是營業現金流與自由現金流 都為正的狀況最好 配股配息的部分 根據郭德英富資料 是連續28年配股配息 近15年營餘分配率平均有86.02% 算是很好 配股的部分早期都還有配股 但近幾年都是以現金股利為主 近15年殖利率平均有7.33% 算是相當的高 假設2020年EPS為2 淫於分配率為80% 那麼可能就是配1.6塊的現金股利 本益比的部分為10.38 算是不高 股價淨值比的部分為1.44 不高也不低 再來看一下還原月線圖 可以看到在2013年前的走勢 是沒有明顯的成長 但是在2013年之後 走勢是呈現成長的趨勢 還算可以 再來看看周線圖 可以看到在金融海銷的價格為7.7% 是近幾年最低 近幾年最高是在2014年出現 價格為32.35% 從2016年開始至今 基本上是呈現一個區間震盪的走勢 再來將股價走勢對比一下EPS的走勢 2009年到2012年的EPS走勢算是往下的趨勢 股價的走勢基本上也是往下的趨勢 2012年到2014年的EPS是呈現往上成長的趨勢 股價的走勢也是跟著往上成長的趨勢 2014年後EPS的走勢呈現震盪 股價的走勢也跟著震盪 所以在因夜達EPS變化不大的情況下 股價基本上還是會跟著EPS的走勢一樣 就是區間震盪的走勢 由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 股價還是跟基本面有呈現正相關的關係 從日線圖的角度來看 近幾年的走勢 大概是在20到27.5這個區間再來回震盪 所以EPS維持在二附近 且沒有太大變化的前提之下 股價的走勢應該也是維持在這個區間震盪的走勢 以上的資訊分享給各位朋友囉 本頻道沒有建議任何買賣操作 單純分享資訊 以上分享皆為個人心得 本能無邀約推介之行為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有想要分析的個股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喔 咱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